这几年看了很多电影 常常看到久别重逢 初恋那件小事里 阔别多年的小水跟阿亮 在一个访谈节目中重逢 双方都还单身 依旧对对方念念不忘 于是重新走到一起 爱在日落黄昏时里面 两个人相识于九年前火车上的不期而遇 分别九年之后 在巴黎重逢 再续前缘 恋恋笔记本里 诺亚和爱琳在十七岁的夏天相遇 一见钟情 但对于门不当户不对的他们来说 长相厮守并不容易 因为种种原因遗憾分开 七年之后 再次重逢 依然为了对方义无反顾 你的名字里面 穿越回来的龙 忘记了三叶的名字 可在往来穿梭的轻轨里 龙爱是一眼看到了三叶 再次重逢 他鼓起勇气对三叶说 请问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可是其实人生当中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 多的是有的人一旦离开 就无法再次相见 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 再见 更多的是渐行渐远 何在也不见 我记得令人心动的offer里 周深曾经感慨当初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一起比赛的朋友们 多少都有着音乐梦 但如今 早已各本东西 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说其实人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重逢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爱把永远挂在嘴边 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 你是我永远的朋友 哪怕在分别的时候 我们也信誓旦旦地跟对方约定说 以后要常常见面 但当我们各自拖着行李向远去 奔赴自己的天南海北 然后再也见不到面的时候 才终于明白 所谓的永远 不过是短短纪念 很多人的一生都是在等待里度过的 等相遇 等重逢 等以后 等再见 等下次 等回头 但最后等来的 却是遗憾 更无尽的思念 你好李幻英其实是一个名字叫做遗憾的故事 电影里妈妈舍不得买的绿皮衣 一是想要的涮开门冰箱 后来贾玲都买得起了 但他妈妈用不上了 我看到电影里贾小玲幻想着 她看着新买的敞篷车 带着妈妈兜风的场景 哭得泣不成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八善业余张秋迟 而我也怀念起了 叫我这句古诗的那位老人 那个时候我还小 奶奶一手扶着挂在鼻梁上的老花镜 一手拿着唐诗诵词三百首 像模像样地教我背诗 在念叨这首《夜雨即北》的时候 我问奶奶 奶奶 君问归期未有期是什么意思啊 奶奶说 就是有些人哪 你再也见不到了 《再见精华站》里说 某天 你无端想起了一个人 他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许 但 却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酒别重逢 你能做得只有 珍惜眼前人 过好当下 我命也没出现在的 如果写在这 quote 你突然发现 seeing 我像大人一样 我自然而言 你也不能做到